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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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 碑 碑 怎么没有字啊 它叫无字碑 无字碑 为什么会出现无字碑 它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 大人 它怎么会出现的 是一发扬的老头 一大抖 看见的 说 好像不被碑上 就放到山上了 看起来他们 不简单哪 把这么个东西 从山下弄上来 可不是一两个人 就是十个八个人 再也办不到啊 到底是哪里来的无字碑呢 他们把它放在这儿干什么呢 是什么人把它放在这里的 这 这 不好 这是信号 这就是反叛的信号 传说中的反叛 这真的是反叛 张普通 到 集合所有人马 捉拿所有反贼 一个也不要漏网 快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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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上下 下一个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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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前面抓走 他们都是 你们干什么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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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师父 清晨路气很重 请您还是回茶房休息吧 小声点 是 师父 没完呢 在厨房吃呢 我总是吃不够啊 因为你是大肚和尚 对 我就是大肚和尚 大肚朦柔 天下难容之事 没了呢 在藏进阁呢 无怨呢 在后山练功呢 他永远练不成 永远还在练 练了三年 我就不信练不成 再来 无悔呢 到山上修炼去了 空空的 师父您看 在那儿 嗯 空空 师父 见过师父 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我在看树叶 你知不知道这棵银杏树 是印度高僧寿摩藤和主法兰 在法王寺出建时亲手种植的 师父 你都说了两百多遍了 那你都清楚 你还在上面干什么 师父 你常说 世界上没有两篇树叶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你看 今天我就找到了 是吗 它的颜色 形状和脉络的纹理走向 都是一样的 你把那两片叶子对着太阳光 你仔细地看一看 是 一去不一样师父 这片比那片薄一些 空空 师父说的话怎么能不对呢 不是是怎么能知道 不要爹 人呐 喝酒 快 走这儿 出来 快出了 爹 走 你们干什么 去 快走 快走 走 快点快点 快走 快走 我不是盼腿啊 老爷 我不是盼腿啊 老爷 我不是盼腿啊 老爷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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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 没完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惦记他吗 我才不惦记那个死胖子呢 他成天啊 只会跟我抢吃的 那你为什么把扫到左边的树叶 又扫到右边呢 我觉得我应该 扫到右边更好些 想惦记没完 又不敢说出来 你这个师兄还真低调啊 那你呢 你还不是一样惦记他 我当然惦记他了 毕竟是我们的师兄嘛 嗯 这么多人啊 云云众生 不过两个人而已 我们回寺里向师父通报吧 急什么呀 两个人 才两个人而已 别人都说你很聪明 我看也不一定 连这个道理都误不出来 快快点快点 到了到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老师啊 按照您的意思 这把声势是闹得很大很大 现在无论是州里还是府里 都知道松山有人造反啊 而且他们在山上立了无自卑 作为号令这事儿 还有什么情况 我抓了三百个造反的叛贼 都把他们关进了大牢 其他的逃寸的叛匪 我一定把他们都抓到 一个都不能烧 你抓了人 有证据吗 我收集了五十份口供 这五十个人他们都承认他们是造反的 还有呢 他们说是上面人只是他们造反 而且还要杀进京城 灭了大宋王朝自己称王称霸 这把火烧得恰到好处 能把这群叛匪给灭了 你的功劳自然会很大 到时候把你调入京城后 你就会清明直上 谢谢老师的栽培 我一定全心效力不负众望 这些叛匪的后台是谁呀 这事该你问吗 不该问 不该问的就不要瞎问 是是是是 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闹到朝廷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明白 你给我听好了 明天我就要回京城 你在这里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好 不能出任何差错 要成大事一定不能忽视小节 学生动物 你们这群叛匪都给我上车 快点快点 你就是李正吗 在下正是李正 他们都是平民呢 这个是我们法王寺的梅婉小师傅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这些都是你们村的 是 那你认识他们了 认识他们都是百姓 没有人敢造反 你口口声声说造反 你是想造反吗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统统带走 是 快走 梅婉师傅你赶紧求饶啊 跟我师傅说一声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明天我一定回去 师傅给他们一碗 师傅 给我一碗吧 师傅 给我一碗吧 师傅 给我一碗吧 师傅 谢谢 生中了 谢谢师傅 外面太乱了 我们没地方去了 来这儿躲一躲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大家不要急啊 美人都有 美人都有 谢谢 不要急 慢慢來 慢慢來啊 阿彌陀佛 師父 謝謝 謝謝 沒了啊 這麼多人 你也不知道回來通報一聲 害得我們沒時間做飯 好了 晚上大家也都沒得吃 師父 雲雲眾生 我只看到了兩個人 兩個人而已嘛 而已嘛 好吧 那你只看到了兩個人 就把你的飯分給兩個人吃 沒看見的 你不用管了 師父 我願意把我的飯分給沒了吃 把你的飯也分給兩個人吃 你沒的吃 師父 我們收留這些人會惹麻煩的 我知道 如果我們不解救這些人 遭遇困難的人 那我們會遇到更大的麻煩 師父 沒完還沒有消息嗎 對了 沒完怎麼樣了 放著 放著 李政來了 阿彌陀佛 您的徒弟 那個胖胖的沒完 被抓走了 空空啊 你們的大師兄 今天不是一直和你們在一起嗎 沒完後來 到後山去了 你趕快下山到县城去 了解一下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 師父 讓我也去吧 你不要去了 你就留在廚房幫忙生火做飯 師主 師主 平時這大街上都很熱鬧 為什麼今天人這麼少 哎呀 和尚 街上抓報名 人都跑完了 這 沒完師兄 好 師父啊 放著 二位師父 深夜到此 有何貴幹呢 造反嘍 兄弟們 集合造反去啊 說啊 兄弟們 兄弟們 集合造反去啊 好疼啊 師父啊 師父啊 這天下大亂啊 亂民鬧啊 成天鬧得我睡不了覺啊 鬧得我腦袋疼啊 您說不抓行嗎 別說抓一百個 抓一千個我都不解氣 嗯 老那有一位弟子叫梅丸 被大人的手下當作亂民給一起抓了 我這麼跟您說吧 大師 這一百亂民啊 是皇上育筆清鉤的 都得要 斬首 您那徒弟活不了了 別說七大姑八大姨 您就是把玉皇大帝請來 也救不了他 大宋國雖然立國不久 但是皇上治國有方 如今已然是國泰民安 況且我松山地界 民心很穩 人心思香 所以說 嗯 根本不會有什麼亂民的 無自卑 無自卑 大師知道吧 他們要以無自卑為號 要天下大亂 無自卑 對 他們已將無自卑 竖在了松山頂上 這是大宋朝的天下 豈能讓他們如此胡來 無自卑也不能證明 就有人要造反 那你告訴我 他們立這個無自卑 是什麼意思啊 難道是為咱們大宋朝 樹卑立傳嗎 無自卑能沒有含義嗎 可是 也許是別的意思 那你告訴我 是什麼意思啊 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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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給我住嘴 別喊了 別喊了 老爺我們裝個像吧 人都走了 還裝個什麼裝 師父 我真的不願意相信 梅丸師兄竟然會是叛匪 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要找到證據 證明梅丸沒有參加判官 應該是他們先拿出證據 來證明梅丸師兄是叛匪 他們才能抓人 但是現在 我們只能顛倒過來了 這樣師父 我想明天 去見一見梅丸師兄 放我們出去 我們是雙方的 放我們出去 放我們出去 胖子你還睡得著 你起來 我們都是要死的人了 你知道嗎 你們犯了什麼罪 他們說我們造反 那你們造反了嗎 我們都沒有造反 可是他們要殺我們 為什麼 縣官為了佔我們家那三母好弟 讓他小舅子找我好幾次 我沒有答應 他就把我當叛匪抓起來了 縣官看上我們家的錢 把我殺了 他就可以霸佔我們家的財產了 我們家有傳家寶玉 縣官看見了 他要拿回去玩玩 我沒有答應 他就說我造反 真的這麼可恨 對呀 太可惡了 對呀 就是太可惡了 阿彌陀佛 和尚就知道念經 救救我們 救救我們出去 放我們出去 救救我們 別喊了 和尚進去吧 師父 師父 救救我們 師父 我們是冤枉的 公公救命 公公救命 快點走吧 我害怕 師弟 你們來了 師兄 我們來看你了 你在這裡過得好嗎 吃得薄睡得香嗎 你們看這都三天了 我精神極佳 你們看 我是胖了還是瘦了 你瘦 你胖了 空公 要處展的事情 還是你說吧 你說 你說 你說嗎 什麼事啊 你們趕緊告訴我 快快快 沒完 其實就是說 你秋天就要 什麼事 快說快說 其實你瘦了 師兄 等回寺裡 我把我們的饅頭 都給你吃 多吃幾個補補啊 真的嗎 那再好補過了 時間到了 走了走了走了 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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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弟 師兄記得 你一定會出來的 快走快走 方便狂語 也算不得騙哪 我一定要把沒完救出來 只怪我叫沒完 吃東西總是沒完 該幹的事也沒完 我還有很多心願沒完 給師父縫的被子沒縫完 給老娘的家書沒寫完 該念的經也沒念完 這就要人頭落地了 幸好師兄弟們 不知道我要被處決的事情 還是把傷心 留給我自己一個人吧 阿彌陀佛 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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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沒完師兄 是在你們村被抓的吧 沒錯 那天沒完正在化園 來了幾個官兵要抓叛匪 沒完師兄過去看熱鬧 結果 那群衙役說沒完是叛匪 就捆起來帶走了 我的師兄沒完 只不過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弟子 他怎麼會是叛匪呢 岂止是你師兄 我們村裡被抓走的 都是老老實實的莊家人 還在地頭上幹活 就給抓走了 我都不相信他們是亂名 這兩天情況怎麼樣 又抓了兩百人 現在監獄裡 共有五百多人 可是大人 再裝個裝不下去了 怎麼辦 使勁往裡塞 現在一百六十人都承認自己是暴民 都花壓了嗎 花了 名單都報上去了嗎 報了一百名 報齊了放心 只要朝廷一畫鉤 這個案子 就被咱們辦成了鐵案 到那個時候 咱們就大功告成 是有點奇怪 這塊碑為什麼沒有字 它又是從哪來的呢 是誰說這兒的 沒了師兄 你看出什麼了 這是塊無字碑 可是 可是 這不是一塊新碑 而是一通老碑 你看看這紋路 已經沉舊 再看看石頭縫裡 已經長滿了老台 所以說 這通碑 至少 也有上百年的歷史了 對了還有 你聞聞這塊碑 你聞到了什麼 一股發了霉的味道 為什麼會發霉 肯定是在陰暗又潮濕 不通風的地方 那麼這通碑 一定是在地下 剛剛挖出來 什麼人幹的 樹在這山頂上幹什麼 他們這樣做 是什麼意思 這樣吧 沒了 既然這塊碑 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了 有人把它立在這裡 可以肯定地說 一定有著 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們要從這裡 找到這件事情的突破口 嗯 好的 我去尋找是什麼人 為什麼要把這無字碑 立在山頂上 好 阿彌陀佛 一定要成功 也一定要救出 維崖師兄 來 父親 父親不光揮刀五劍不輸他人 練起書法來 也是筆風銳利 膽氣淋漓呀 是這樣嗎 是的 有戰馬飛越 叱炸風雲之勢 哦 是這樣 父親你 為父差點發了一個大錯 怎麼了 父親 如今皇上平定天下 天下百姓都在安居樂業 他的心腹大患 正是我們這些有功之臣 如果看出我字裡的鋒芒 豈不壞了大事 皇上有這麼小心眼嗎 這不是小心眼 這是歷史的教訓 師家令 師家令 出事了 出什麼事了 出山有人住起了吳自卑 想要叛亂 是不是讓我們去平叛 沒有 聽說已經平定 但是說這些叛亂的人 是被人指使的 他們的後臺就在滅京 我聽說叛亂根本就是 沒有存在 是一個縣官任意捕殺百姓 製造的冤案 我擔心這件事情 不是這麼簡單 毛董是直接指向我們 皇上知道嗎 目前還不清楚 京城那些人 一心想要幹掉我們 所以我們不得不防啊 要不我回許昌 守住自己的隊伍 不要輕舉妄動 我們當時把黃袍 夾到了皇上身上 是要幫助他治理天下 不能再添亂子 你們先回去吧 我們以後再說 是 將軍 是 宋山會出什麼事呢 父親 我們應該派人去看看 弄清事情的真相 不 我們這些人身份特殊 如果到了宋山 就說不清楚了 父親 我替你去 你 沒有什麼人認識我 我以民女的身份出現 不會給你添麻煩的 不 那也是很危險的 不農清事實的真相 會更加地危險 好吧 記住 千萬不要暴露身份 要不 危險的不光是我們一家 而是一大批大宋武官 明白了 父親 空空啊 你又在思考 兩片葉子的不同了 我在想 無自卑的事 關於無自卑 歷史上還有一個傳說呢 你下來 我告訴你 唐朝武则天時期 當時選擇到嵩山來封山 武则天認為 大唐版圖有一條臥龍 西起麒麟 東到伏牛山 嵩山正是龍頭 你說得對 所以 武则天選擇 在龍頭上封山 封山那天 武则天 站在龍頭 邵氏山的頂端 天空 突然烏雲密布 冷風四起 天空的烏雲 瞬間 變換成一隻龍的模樣 天空 當時為了風扇 武则天專門刻了一通弓碑 在上面寫著 擇天皇帝一生的 風弓尾跡 他呢 是希望把他的風碑 敵在龍頭 邵氏山頂上 以此能夠讓自己的功績 彪秉天下 流芳百世 正在這個時候 突然來了一道閃電 閃電過後 大家發現 刻在功德碑上的字跡 全部消失 變成了無字碑 正在大家驚慌失措之際 你猜怎麼著 聰明的武则天 馬上宣布 我明白 這是上天給我的起誓 他告訴我 任何人的功績 都不是自己標榜的 是要讓後人來書寫的 我們的功罪 都是要後人來評說的 武则天 把那通無自卑 立在山頂 已經是誓 可是非常奇怪 到了武则天去世的那天 那通碑 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從此 再也沒有人見過這通碑 也許 就是這通碑 不過 這只是一個傳說 歷史上並沒有記載 因此 我們誰也無法證明 我相信這是真的 可是 這一百多年 這通碑 在什麼地方 又為什麼出現呢 大人 我回來了 情況怎麼樣 一切都好 大人 打開我看看 是 感謝皇上 感謝皇上下達剿滅叛匪的命令 我才有這樣發財的好機會呀 皇上聞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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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這種機會全是您創造出來的 沒這個 它這也不行啊 對對對 所以啊 大人您才是天才呀 這事絕對是不可以傳揚出去的 要是走漏了風聲 我的腦袋就沒了 我的腦袋要是沒了 你的腦袋還會在這嗎 大人放心 我會為您干腦塗地 有人出錢要取的那幾個人頭呢 大人放心 全部抓起來一個都沒少 已經抓進監獄的 但秋後一併處決 絕對不能出現任何問題 大人您儘管放心 大人 大人 咱們抓的那個胖和尚怎麼辦 皇上都化鉤了 陪上吧 空空師父 李政 你怎麼來了 空空師父 我這幾天都睡不著覺 咱們這邊說吧 你說 那麼多鄉親 都要被莫名其妙地殺頭 他們死都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我們不能看著他們去死吧 對了 我正要去找你 你有什麼辦法 附近村子裡有沒有盜墓賊 你找盜墓賊幹什麼 我看的石碑上面滿是青苔 我懷疑有可能是從墳墓裡挖出來的 對啊 聽說前幾天 乾村有幾個盜墓賊被殺了 李政 我們去看看 李政 你是不是帶人來抓我的 不是 你放心 這是法王寺的空空小和尚 他找你有點事兒 和尚啊 你怎麼不早點來 我兩個哥哥都死了 你們也不來給他們做個法事 阿彌陀佛 施主 我這不是剛剛才聽說嗎 我會為他們做法事的 算了 像我們這樣的人哪 死了都要進地獄 也去不了什麼西天極樂世界 施主 我想問問你兩個哥哥是怎麼死的 出意外了 什麼意外 你們是官府的吧 我是出家人 和官府沒有一丁點兒關係 不是官府的問這個幹什麼 施主 最近出了這麼多事情 難道你一丁點兒都不知道嗎 我的梅丸師兄 還有那一百多難民 都要被秋後處決 這一切他們都是冤枉的 我早知道了 知道什麼 那塊石碑和官府平叛亂 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 你兩位哥哥的死 果然和石碑有關 沒錯 石碑是我們兄弟道出來的 所以 後來看見官府說 判匪的事情 我們也很驚奇 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們都知道 在我們嵩山頂上 有一個武則天的風禪祭天台 早就聽說上面沒有寶物 我們兄弟就打上他的主意 決定去看看 哥哥哥 今天晚上這就是咱們最後一步了 把他打開 好 好 底下就是地下密室了 哥 這好像不是什麼古物啊 叫你幹你也幹 別那麼多廢話 來 哇 先去看 想要 咱們 好 快點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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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四面都是石头 哪儿来的财宝啊 找什么急啊 我正在找地下通道的秘密入口 找到了 就是这里 大哥 果然有个棺材 这里面肯定有好东西 上 快 大哥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个石碑 大哥 碑上没字啊 就是啊 怎么会没有字呢 不管怎么说 先抬出去 就这样 我的两个哥哥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我当时趴在地上装死 才捡回了这条命 施主 你看到是谁袭击你们的 看见了 是谁 是另外一伙盗墓人 他们有二十多个人 我听见他们说 是有人出钱 让他们把这个东西 离到松山顶上的 施主 你能找到这个人吗 我不能去找他 为什么 我们都是盗墓的 有世仇 他杀了我两个哥哥 我一出现 他们肯定会杀我的 他在哪里 他在城里 住在城墙根上 就是那个院子 就在里面 你们进去吧 有人吗 有人吗 阿弥陀佛 有人吗 有人吗 公公 你看 快 快叫盗墓张去 盗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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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那个小子跑了 已经勘查过现场 这三个人在三天前就已经死了 说你们到底是谁杀了他们 你看我干什么 那人不是我杀的大人 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还是我杀的 你不杀他他怎么会死啊 真的不是我干的大人 你想想 你想想如果是我干的 我还会带他们两个人 去他们家吗 那万一 你想用这种方法来掩盖自己呢 我 我 我没这个必要 大人 你不要假背啊 我跟你说 本官断爱如神 太简单的道理 因为他杀了你两个哥哥 你要替你的哥哥报仇 于是你就杀了他 不是 我我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么回事 没有比这更合理的结束了 大人 我想盗墓章 绝对不会闪到自己暴露自己的地步 我想这其中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什么原因 你你懂什么叫原因啊 明明白白的案子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啊 这样吧 先把这个盗墓章套上枷锁打入死牢 求获一块儿分担 把他给我带头 我冤枉啊大人 我冤枉啊大人 和尚我是为帮你们哪 我把自己还帮进去了 我后悔死了 大人 盗墓章已经提出山上的石碑 是盗墓贼被人利用所树立的 好像和乱民没有什么关系 小和尚 乱民造反官府镇压 名正言顺的事情 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我想这里面一定还有其他什么冤屈 我听出来了 你这个小和尚是想说本县令昏庸啊 还是想说本官有点混蛋啊 你是百姓的父母官 你可不能草菅人命 什么草菅人命 你懂什么叫草菅人命啊 你还真敢用词啊你啊 我我是案的时候 你爹妈还没生呢 我告诉你啊 我可劝你 你别在这闹 可这石碑 确实是盗墓贼所为的 那不也是叛贼出钱 让他们立的吗 这 你这 你在这 在这 退打 我冤枉啊 小和尚 我冤枉啊 我冤枉啊 李政 你相信当母章是凶手吗 我看着有点不像 那他就是一个受冤屈的人 都是因为我们 是啊 怎么办呢 我们要搞清楚 是谁真正杀了盗墓贼 我们是要救那些 受冤屈的人 现在好像 都变得环环相扣了 我们搞不清这个问题 就无法搞清楚是谁 为什么在山顶上 立了那块无自卑 确实是这样 那 我们再到现场去 人呢 去哪儿了 你看 空空师父 什么都没有了 看起来 他们连尸体都转移走了 我们也快走吧 这地方挺可怕的 别着急 空空师傅 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我也认不出 这个好像是刀上的铁环吧 刀上的 刀 什么刀 莫非是 有刀吗 救命啊 救命啊 去看看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不用了 他们应该能搞定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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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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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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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